能久庄园提醒您精彩继续 能久庄园白酒爱好者的向往之地 勇气是我的声音 探索是我的声音 不妥协是我的声音 年轻就该有自己的声音 用好声音开启有机新生活 此刻学员满载音乐能量驰骋而来 只为呈现出他们最经典的好声音 中国好声音品质好狼酒 为胜利更美 天资经典开启有机新生活 本节目又是三年现实有机的经典 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狼主庄园独家特约 狼主庄园白酒爱好者的向往之地 动力强表现稳 本节目由一气丰田双情加多赞助播出 助力王者之路 名师出高途网课选高途 本节目由中小学名师直播课 高途课堂赞助播出 中国好声音交通银行特别赞助 迎接理想 交通银行普贵金融 这个夏天学员们用歌声感染了舞台 为我们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就像每一百毫升 有三年八克优质乳蛋白的经典有机奶 用浓浓奶香满足味蕾 经典时刻和经典有机奶 一起度过一起开启游击新生活 接下来欢迎今晚的第二身位登场 李建老师战队的苏伟 第二个非常靠前的位置进行演唱 压力是有一点的 因为我自己觉得 跟其他选手脾气来 我还有很多需要去进步的地方 所以我久近期 我一定会拼定全力给他唱好的 就是我自己给自己一个目标 经典有机奶 三年八克优质乳蛋白 带你开启有机新生活 表演正式开始 有请李建老师战队 苏伟演唱 陪我看日出 我看日出 我看日出 雨的气息是回家的小路 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 就像片包存着昨天的温度 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 雨下了走好路 这句话我记住 风在大吹不走祝福 雨过了就有路 就像那年看日出 你牵着我穿过了舞 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近处 哭过的眼看岁月更清楚 像一个人闪着泪光是一种幸福 又回到我离开家的小路 你送着我满天风也都在飞舞 雨下了走好路 这句话我记住 风在大吹不走祝福 雨过了就有路 就像那年看日出 你牵着我穿过了舞 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近处 你牵着我穿过了舞 余下了走好路 这句话我记住 风在它吹不走祝福 雨过了就有路 像那年盼日出 你牵着我穿过了舞 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近处 虽然一个人我定不孤独 在心中你陪我看每一个日出 不孤独 谢谢苏伟 李健老师您的感受是 我觉得苏伟这样一首有点导歌性质的歌曲 他两天就学会了这种唱法 当初我学了两个月我才学会 我觉得苏伟很了不起 我觉得你现在这个水平可以成为一个职业歌手 很高的比较 真的 而且很听话 谢谢李健老师 最后一句让我对另外两位同学 到底有多么反抗也产生了巨大的好奇 各有千秋 各有千秋 苏伟 有什么要告诉大家的吗 因为这首歌讲的就是你在长大之后 去了很远的地方 父母 朋友都不在你身边 但是你心中有个力量一直在支撑着你的 就是他们希望你越走越远 越走越好 我也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支持我的朋友们 谢谢苏伟 迎接成绩了 好 一样 首先是现场 三百位有投票权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支持苏伟 进入前七强 请为他按下按钮 投票 开始 请各位遵从自己的本心做出决定 最后五秒 时间到 谢谢你们 现在我们来看到的是 五十位评审团他们的表态 这个成绩 将和刚刚的 宋玉宁的三十票 直接比较 现在 评审团各位老师的投票 开始 二十三票 目前 苏伟排在第二位 苏伟将沉浸必封 谢谢你 谢谢你 接下来欢迎单一纯 李坚老师战队最后一位 请出战 谢谢 你会蛮担心自己的状态的 因为这两天就是 嗓子一直都不是很舒服 然后又突然间感冒了 还挺严重的 会觉得有点慌 想到感冒还没好吗 没有就是一直流鼻涕 但是鼻子不堵 我都泡泡酒 你们有热水的房间里 都泡泡酒 多喝热水 黏黄水 这气氧感冒最容易 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如果说身体出现问题的话 那唱的什么样我也不好说 今年有机奶 以3.8克优质物蛋白 带你开启有机新生活 表演正式开始 有请李坚老师战队 善一辰演唱 人哪 有些痛重点了 有些梦撕裂了 有多少话还没说清楚的 有些爱错过了 有些泪流干了 那些人走了就不再回来了 十多番略了 有时后我笑着 因为够幸福了 有时候抱怨 烟 які气 和你ét'se 云苳的过程 有时候想不起来 存在的理由 只有你 好 因为不再有你开场 人啊 多麼的矛盾 人啊 脆弱的不堪 已經我們還要互相傷害 人啊 越是拋開的 越是帶著向前 我們只好越走 越寂寞 幾乎要放棄了 才發現適不得 沒想到還有多少話沒說清楚 有時候想不起來存在的理由 只希望 我只希望有你陪著人啊 多麼的矛盾 人啊 多麼的矛盾 人啊 脆弱的不堪 已經我們還要互相傷害 人啊 越是拋開的 越是帶著向前 我們只好越走 越寂寞 愛啊 越是想要的 越是捨不得給 其實我們有的 不多 有的 不多 可惜 越是盡力的 你還活著 愛啊 越是盡力的 就是看起來 你不再弄我 財房 感冒了 鼻子不太通气 但是很好 很成熟 没有刻意地把音唱得很高 定到一个很合适的调 就是不为了展现自己的声音 为作品而服务 这是一个特别真诚的一个歌手 谢谢老师 文华老师 小善 我是觉得 你今天可以在感冒的情况下 可以把这个歌唱得那么好 其实我觉得你 应该是一个准备好了的一个歌手 所以多喝热水 多喝热水 谢谢老师 不会啊 药方都开好了 对 药方都没开好 是一个百世不变的良药 多喝热水 田峰老师 其实单一诚的出现 应该在这个节目 让我多了两条白头发 那看来还是值得的 此话怎讲 为什么多两个白头发 多两个白头发 是因为它的出现 没有在我的队里 谢谢 谢谢 谢谢廷洪老师 来 你有什么要告诉大家的吗 其实走到现在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过 自己的18岁 可以这么梦幻 这么灿烂 可以遇见导师们 可以遇见你们所有的人 所以我就是很感谢大家 也很感谢你 好了 现场三百位 拥有投票权的观众们 投票 开始 我觉得我的观众员好像 还行 每一个人 请在心里都留下印象 因为它都是你比较的标准 最后一秒 谢谢你们 好 变向我们的评审团吧 最后的成绩是 45票 单一诚目前排名第一 苏宇宁 30票 排名第二 苏伟 23票 排名第三 请单一诚 封存成绩 接下来 根据荣浩老师战队的选择 陈莫涵 首先出场 陈莫涵 我给他选了 Eason的那个 对不起 谢谢 今天有在临场 有让他加一个高音 那个音很高 Eason原本唱的是假音 因为我知道他的高音很高 所以我觉得 让他露一下 因为高的一个那个假 就是 那个音你能上去吗 如果真唱的话 会不会太高 没试过 你试一下 可以可以 这样好 这样 我希望他就是一个 城市里面 一个唱情歌的人吧 不是青少年那种 对 可能可能三十岁左右 二十五岁以上这样 就是刚好也 可能他没那么大 对 但是我是觉得 他是可以把这个氛围唱出来的 在你可选择的范围之内 荣浩老师为什么把孟涵放在了战队的第一个出场 他自己举手选了 我看着 陈莫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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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顺位出场 在一趁后面的话 肯定会有一些压力 但是 很小 一点点 我就想给斑马一个缓和的机会 因为他们那时候 准备得很好 但是我就是希望能给他们 在一些充足的时间 那么 依你所愿 加油 今天有进来 以3.8克优逐蛋白 耐力开启有机新生活 表演正式开始 欢迎李荣 中华老师 对 我其实今天非常开心 看到我还唱这首歌 因为我一直在压抑他 因为他有很多歌很适合 你看张宇峥老师 我期待啊 张信哲老师的任何一首歌 我觉得都可以展现他的高音 但我希望他可以在我们节目里面 一次一次地慢慢懂得 唱歌是要有语气的 他应该是我两年好 老师应该经历以来 就是磨练算比较多的一个同学 但今天我觉得我收到了一个 让我觉得是一个满分的一个答卷 我听到了你的语气 我觉得一首歌 唱得厉不厉害不重要 唱得好听最重要 谢谢老师 就这样 谢谢罗号老师 李健老师 给他一些建议和意见好吗 荣浩老师真的是很懂唱歌 因为我觉得 他说了一个流行歌曲最重要的 就是像说话一样 用语气把这个文字带出来 因为你的高音已经够方便灵巧的了 所以你一旦掌握了叙事 那你就真正掌握了所有的歌曲 我希望你越来越好 谢谢陈森老师 陈森老师 墨涵他的整个表演都非常的松弛 就像如昊老师说的 可能就是从这个语气 由情绪去进入到音乐当中 我是对今天墨涵的表演 我是挺喜欢的 谢谢陈森老师 找你了 墨涵 其实这首歌是来自陈一迅老师的歌 对不起 谢谢 陈一迅老师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一位歌唱家 怎么忽然开始介绍陈一迅了 没有 你刚才有点抢了我的工作 不好意思 我自己的感慨 因为我听了他很多歌 然后去琢磨他的一些唱的东西 然后其实我发现他是 每一句歌词都是带他自己的经历的东西 然后我今天好像做到了那么一些些 所以还是很感谢老师对我的教导 谢谢 谢谢陈森老师 好 接受检验 首先是 现场的300位拥有投票权的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开始选择 我觉得我应该是有个观众员 把自己歌唱好的话 他们会喜欢你 最后四秒 时间到 谢谢所有现场的朋友们 接下来 50位中国好心评语团的老师 第一排这位老师 请投票 你目前只获得了13票 在总成绩榜上还在第四 当然这还不是最后的拳击 那么请把现场的观众成绩交给我 请莫涵封存拳击 当我们看到陈森涵的票数的时候 其实对我们的压力特别很大 说实话那 那一会儿我都已经受不了了 这是我来舞台最最最紧张的一次 接下来是荣浩老师战队的下一组 白马森林乐队 请出场 对白马森选的一首是怀鸥 如果说我帮陈木涵选的那个 我以前敢想你是爵士元素的话 那这首歌就是真爵士 最主要是 我是觉得很感动的 因为在我那个年纪 这张小孩什么是爵士的 没有人知道的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慢慢的 跟这个全世界在接轨 就是十八九岁人也可以玩绝 是不是 我觉得这首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 非常给他们增加一个专业印象的 一个一首歌 就是专业搞音乐的 不是只是爱好 或者没办法 欢迎三位 今天又换了一个新的造型的感受 对 这是你选择的吗 荣华老师 对他们都都是我选的 都是你选的 今天是用一个词来概括 这个造型的重点是 来 好嘞 谢谢你 好的 到你们了 荣华老师 欢迎 好 满马森林 请 今年有机奶 你三年八克优质乳蛋白 带你开启有机新生活 表演正式开始 有请李荣浩老师战队 满马森林演唱 怀猪 不准紧张 一心上身两方 试过江 黑夜年岁 还加半量月光 我就服下想暂至惆怅 真到再却伪装 远度服输离场 思念全靠时间 慢慢 慢慢调扬 许心欢 是绝地偏方 操练几夜温柔其实无妨 披出了心痛难堂 读情书已在意图共睹 相知旧情难忘 我就红了眼眶 是不思心还是怎样 他的爱让人飞 他的爱让人无畏 敢冷眼对如见的罪 不肯忍谁再出轨 碰上了谁不会 不是马头来的才是宝贝 这千真万确的爱 为何是别人眼中的罪 却我宁头看 谁说过往爱和累累 我的心再灰 因为你成怀处的背 我宁头看 再试试用两年 模糊了初恋模样 才好指望 从此再无关童谣 说得好 情话简直逼逃 喝不着渴望 喝多了传潮 强气如温火 未出热泪滚烫 爱遭远了谁还在原地 试试游到 剪刀石头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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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月美好心让我赢一回 我会绝对 我会纯粹 我才狼狈 也绝口不体会 却我宁头看 细数过往 爱恨累累 我的心在灰 仍引你是坏处的被 我的心在灰 仍引你是坏处的被 她会再跟她伍起来 她会纯粹 谢谢你们的表演 荣浩老师 一开始因为张好 他们出现在好心舞台上的时候 一直给人是一个 年少轻狂的一个状态 就导致很多人 忽略了他的唱功 我自己觉得说这首歌 可以说是流行音乐 很高阶段的一个 一个教科书类型的 它的拍子非常难 再来就是这首歌叫《怀珠》 是那个大哥写 就李宗盛老师写的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 我从去年开始 就像很多的学员试过 对 我从来没有想到 会在他的身上 实现了我的这个想法 因为这首歌 就是我情意不会让别人试 因为相对有难度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 小蔡弹的这个叫五品贝斯 就没有品的 可能跟大提琴比较像 然后这个曹宁弹的 这个比较绝世的吉他 我觉得那个味儿挺对的 特别棒 真的 真的 谢谢荣昊老师 万丈老师 春春老师 这一首歌 其实因为是 李宗盛老师的作品 它是那种就是历经千番 戏数过往的那样的 一种人生阅历 所以要交给三个这么年轻的孩子 去演艺的时候 我是有一点担心的 但我觉得他们三个完成得非常好 恭喜你们 谢谢春春老师 林鸿老师 其实很多家庭观众也许不知道 刚刚文化老师说了 这个阻力的笔 其实如果这个乐手 并没有对这个乐器太熟悉的话 它是非常难找音选的一个乐器 所以恭喜你们做得非常好 谢谢廷宏老师 有什么要跟老师或者跟大家说吗 浩哥说一下吧 跟李宗盛老师说一下 就是我特别 我们特别 我们三个特别特别地爱他 就是为什么 就是我特别特别记得 李宗盛老师说过的一句话 对我的印象特别特别深刻 就是他跟我们说别停止折腾 这句话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特别 我都想把他当成个性签名了一句 就是真的是对于我这个 可能年龄比较小的一个孩子来说 我这个话特别特别有体会的感觉 谢谢你的分享 接下来是300位现场拥有投票权利的观众朋友们 现场投票开始 15秒的时间拜托各位了 这一轮增加了观众投票 其实我们心里还是比较忐忑的 因为也不知道我们的歌曲 受观众喜欢的程度 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其实还是心里挺没底的 谢谢你们 接下来是50位 中国好声音评演团的老师们 第一排的老师 谢谢你们 请投票 斑马斯林的得票是 43票 预局第二位 请我的同事 把你们的关注投票成绩送上 请把它拿到属于你们的分存处 把成绩暂时封存件 接下来轮到谢霆锋老师战队的成员 依次登场 欢迎谢霆锋战队的讨阳来到舞台 来到 霆锋老师选我第六个上班的时候 我猜到了 因为在我们队里我永远是第一个上班 因为我跟斑马森林的在舞台上的表演形式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他们排在我前面上场 我并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压力 所以我比较有自信 可以发挥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第一年有机奶 3.8克优质乳蛋白 带你开启有机新生活 表演正式开始 有请谢霆锋老师战队朝阳演唱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颜色的声音 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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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都停了 这片天会什么难 我还记得 你说我们要快乐 深夜里的脚步伸 总是刺耳害怕寂寞 就让狂欢的城市为我灌灯 其实哪怕周围再多人 感觉还是一个人 每当我笑了 心却狠狠地哭着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那么爱我的你 给我一个理由放弃 当时做的决定 有些爱越想抽离 却越更惊喜 而最痛的距离 是你不在身边 欠缺在我的心里 当我走在去过的每个地方 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 当我回到一个人住的地方 最怕看到农天你最爱穿的 那件外套 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 感觉还是一个人 每当我笑了 心却狠狠地哭着 给我一个理由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那么爱我的你 给我一个理由放弃 当时做的决定 有些爱越想抽离 却越越更清晰 而最痛的距离 是你不在身边 却在我的心里 我找不到理由 我找不到理由 忘记 大雨里的别离 我找不到理由 放弃 我的你的决心 有些爱越想抽离 却越更清晰 而最痛的距离 是你不在身边 我感觉在我的心里 谢谢曹瑶 谢谢 秦峰老师 作为他的老师 您此刻的感受 我上个礼拜 我妈给我打电话说 她是曹阳的粉丝 恭喜你 你本身的这个门槛 你指标已经非常高 但是我很开心 你还在不断地进步 像刚刚的演出 我觉得你可以说是打得开 而把自己所有的情绪 掏心扉地放在舞台上给我们 谢谢老师 谢谢秦峰老师 你看 男一眼都是骄傲 观战老师 李健老师 严格来讲 我觉得曹阳是一种很 很刚才的唱法 但这种唱法 配上你这种很好的形象 就特别能够自成一体 谢谢老师 谢谢李健老师 文化老师 其实这首歌在很多的地方 都被人唱过 对 我其实我除了是个音乐人之外 我也是一个非常 非常热爱听音乐的一个观众 我觉得唯一能打动我的标准 就是我记得住 就是我觉得你唱完了之后 我能记得住 唱得非常的好 恭喜你 谢谢老师 跟我们说说吧 这一刻的感受 因为刚刚可能唱得太投入了 现在有点还没有缓过来 很开心 亭峰老师帮我选到了一首 我非常喜欢的歌 我还挺满意的 祝贺 接下来 现场的300位 投票 开始 时间到了 现在轮到他们了 50位逃生音评审团的老师们 第一排各位老师 请 曹阳最后的成绩是37票 目前的成绩可以变到第三位 请我的同事 把关注投票成绩送上舞台 祝贺你 谢谢 陶杨封存成绩 但是7票 然后排第三 我的感觉就是 安全 接下来是今晚的第七顺位 谢天风老师战队 顾兴尧 请出战 陶杨尧 陶杨尧 在九金七的这个阶段的 这首歌曲叫做追光者 我觉得他永远都是表现这种 有点鲜 有点飘 精明感 是他的刷手锏 陶杨尧最珍贵的是在 当他很投入在音乐的时候 他好像在一个无重状态里面 今年有机奶 以3.8克优质乳蛋白 带你开启有机新生活 表演正式开始 有请谢天风老师战队 陶杨尧尧演唱 追光者 他相信彩虹 相信彩虹 转发声 转发声 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像影子追着光梦游 我可以等在这路口 不管你会不会经过 每当我为你抬起头 连眼泪都觉得自由 有的爱像大雨碰脱 我却依然相信彩虹 谢谢 谢谢傅金瑶 谢谢你的表演 廷宏老师 您的感受 有很多歌手已经非常地有名 但是他的声音还是没有他 属于他自己的一个辨识度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真有一个天赋 就是大家一听 我相信就会认得出你 加油 我觉得你会有很大的前途 谢谢 不像是目前为止上场的所有同学当中 最活泼看上去最轻松的一个 真的吗 你不曾紧张吗 我不紧张 因为我想唱歌给大家听 这个答案很美 那你有什么还要告诉大家的吗 这首追光者 它在我的理解中不是关于爱情的东西 就是它可能是我追逐的一个 比如说我的榜样 就是这个意思 谢谢 观战老师 李健老师 他的声音很有特点 而且我觉得你 他是在舞台上特别享受很自如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小私心 如果一天你自己的作品 也是能达到这样一个水平 我觉得是很让人喜欢 好的 立刻就出 回去就搞 文化老师 对 父亲姚儿 他唱情歌其实很感动 很打动人的 对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 好 就像你说的 好好搞 好好搞 期待你后面的表演 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 那 来吧 那么 三百位 拥有投票权利的观众朋友们 请 开始选择 这是今晚的第七顺位 时间到 五十位好声音评审团 现在是各位的时间 第一排的各位老师 请投票 中国好声音的评审团 你获得了二十五票 一半支持 一半否定 在总排名当中 并不算太靠前 目前排在第五顺位 我和苏维一差两票 但是我自己的表现 我真的不知道 观众会不会喜欢 欣雅 封存你的身心 我们离最终的结果 还差两位学员的最终表演 请傅欣雅回来你的备战区 并且 我们的队友 贾一腾 换上舞台 贾一腾这次的歌曲叫做 《再见马戏团》 其实是他自己又新一首原创 《再见马戏团》这首歌 算是比较像《黄红型》那样 对 然后比较欢快的 然后可以给大家来一个 好一点的这种收尾 我第八个出场 我觉得还挺好的 今天有机奶 三年八颗优质乳蛋白 带你开启有机新生活 表演正式开始 有请谢提波老师战队 贾一腾演唱 原创作品 《再见马戏团》 再蹬 Last03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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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llel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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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心酸的狂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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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马戏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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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灵魂的孤单 他们埋历着表演 日夜变变不开 他们渴望白天 却被囚禁在这黑暗 他们只会懦弱 只会狂躁不安 他们痛哭呐喊 却不知所措该怎么办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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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马戏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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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心酸的狂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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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马戏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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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灵魂的孤单 再见 马戏团 再见 这灵魂的孤单 他们只会懦弱 只会妄造不安 他们痛哭呐喊 却不知所措 该怎么办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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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马戏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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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灵魂的孤单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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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马戏团 再见 马戏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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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心酸的狂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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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马戏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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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灵魂的孤单 再见 再见 不要为了money 你什么事情都干 这沸腾的装身 这虚假的光环 填补满被穷尽的爱 不要借着梦想 引人入了深渊 在荣耀的背面 渴望的自由 遇到扑面而来 谢谢贾一腾 丁萌老师 您的感受 看你演出真的很开心 看到你完全是可以 在说你此刻的心情 我觉得他真的是 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了 有态度好的 有质量的创作 我是非常满意的 谢谢你 丁萌老师 三位观战老师 荣华老师 你现在太爱笑了 你怎么了 你发生了什么 他第一季来的时候 是从来不笑的 现在就很爱笑 而且老跟我抛没眼 我就一时他老是唱歌 老是这样跟我那么一样 那个叫什么 飞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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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都行了吧 没有 你可以看回放到时候 到时候给我剪一个 这杯酒精彩 这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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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他老唱的一半 老师跟我说 哎 我就有象征性的回他一下 没有 我看到 看到老师很投入 你嘲笑我 没有 我看到老师很投入 然后我做一个回忆 其实我觉得 你应该谢谢你的导师 因为 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 我们就教你唱歌 教你写歌 教你看什么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技能 但是他如果能让你的性格 有多重的改变 让你变得开朗 让你变得更好 活得更舒服 其实我觉得这是 对你最大的帮助 真的 你多谢谢您老师吧 就这样 谢谢柔华老师 最后你唱到那几句的时候 为什么笑了呢 我能问吗 因为我能在这个年龄段 找到自己 找到自己的风格 找到自己的音乐 我觉得这很可贵 寻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了 我们还等什么 我们有几个二十年 说得很好 谢谢你 现在三百位现场拥有投票权力的观众们 请做出选择 计时开始 今晚的第八顺位了 时间到 五十位中国号声音的评审班老师 谢霆锋老师战队 贾义腾 第一排 各位老师 请开始投票 贾义腾的最终得票是 二十八票 起掉了胡星瑶 重新登上了第五位 目前处在绝对危险位置的 是苏伟和陈莫涵 相对危险位置的是胡星瑶 贾义腾将神迹密封 今晚的七强争夺战 最后一位 请林玉淳老师战队 谭红上场 好像就是背水一战 因为就是没得退了 因为只有这一个种子了 我想要晋级 因为现在我们战队 学员只剩下我一个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更加地争气 加油 我要顶住所有压力 为春春老师冲进决赛 今年有机奶昱三年八颗 优质乳蛋白 带你开启有机新生活 表演正式开始 有请林玉淳老师战队 潘红演唱 吐西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假如你不在我身旁 我的世界会是自由 就像那河流 轻轻流淌 我的爱 都失去了方向 假如你不曾让我悲伤 我怎会感觉浑烂无光 也许你可以随处流浪 我却不能将你遗忘 假如我不曾为你悲伤 就不用原谅不用失望 不用再一次到处流浪 像这河水一样流向远方 回忆是冲不淡的时光 我还在一样的渴望 陪你踏上飞驰的列车 却随着你并塌破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假如我不再为你悲伤 就不用原谅不用奢望 不用奢望 相爱的人啊不要伪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谢谢潘红 谢谢 随着刚刚潘红的这首《腐气经》 今晚的七强争霸战 已经全部都演唱部分完成了 李宇春老师 还是会有一点点紧张 那其实 因为她是我唯一的一个 学员 小苗苗 小苗 所以这一次我给她的曲目出奇地多 而且跨度很大 我想知道在这个女孩子心里面 她究竟会怎么样选 然后她 她给了我她的排序 她的排名第一名是《普希金》 这就是我心里面 特别想给她的一首歌 因为其实不管是从观众受众度 还是她的难度 我觉得都对一个歌手的 考核太严格 所以我是为潘红感到骄傲的 谢谢 关战老师 也给她一些意见好吧 容浩老师 潘红 我觉得她其实一直抱着很大的压力 在 对 因为她刚好抱那么大的压力 还等那么久 这两个事儿弄一块儿了 你知道吧 对 所以我自己觉得说 今天你可以发挥到那么好 其实 真的蛮恭喜你的 因为变得强大了 对 谢谢容浩老师 一剑老师 我觉得表现挺好的 其实理论来讲 这种俄罗斯这种和声小调 比较不难 但是意境是非常难唱 她需要变化 需要音色 她考验是你的审美 谢谢李健老师 潘红 有什么要跟你老师说吗 我觉得春春老师一直 不想给我太大的压力 然后我也一直在跟自己说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然后投入到这首歌曲里面 为我们一趟战队 真口气 谢谢 接下来 来投票吧 首先是三百位现场的观众 投票 选择 开始 这是今晚你们的最后一次选择 想一想你刚刚做了选择了吗 这一次要按下去吗 这对我们很重要 我觉得这一次的赛制就像考试一样 满分一百分 我希望我能够给春春老师拿一个高分 最后一秒 时间到 接下来 50位中国好声音评审团的老师们 各位 投票 开始 狼酒庄园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狼酒庄园 白酒爱好者的向往之地 天字经典开启有机新生活 本节目由13年坚持有机的经典独家冠名 本节目由胡姬花古法花生油赞助 胡姬花古法炸 古法炸出胡姬花真香 本节目由凯士利红酒指定赞助播出 听好声音评好红酒 好红酒就选凯士利 跑得远少充电 本节目由指定电动车 台铃电动车特别支持 西瓜变吐司早餐都爱吃 本节目指定零食A西瓜吐司 让你听歌吃瓜两不误 这个小巨蛋好可爱 而且音质也不错 好想带回去 想要这个小巨蛋麦克风吗 只要10月18日到11月30日 购买一粒经典纯梦幻盖产品 就可以获得海量红包 还有这款经典定制的麦克风 赞 这车好稳 风田混动技术很成熟 电子四驱更先进 轻松应对雨雪天气 越野还能一见脱困 可以驾驭各种路况 50位中国好声音评审团的老师们 第一排各位老师请投票 林雨晨老师战队潘红 最终获得的成绩是 44票 最后一个登场 排名第二位 谢谢 谢谢潘红 现在我要请我的同事送上 你的现场观众成绩 请带着他 到那里完成最后一个封存 请 票数我没想到有这么高 所以真的 哇 特别期待 观众们是不是喜欢我 或者是喜欢我这首歌 现在要从这个当中 选择最终的七抢 我们看到的是 苏伟 傅星瑶 贾一腾和宋雨宁 他们之间彼此的分叉都非常近 任意一个两分 都可能会改变排名 我们来公布全部的成绩 首先 我们就先公布 莫涵的成绩吧 好 好吗 好 来 陈莫涵 请上台 然后带着您的 通存成绩上台 谢谢你 现场总共是300位 运入投票权的观众 这里面是 陈莫涵的现场观众得票 陈莫涵总数300位的现场观众投票 得到了228票 换算成50%的成绩 38分 陈莫涵最终的成绩是51分 这是你最终的成绩 暂时领先 接下来我们要看其他人的成绩了 单依纯 潘红和斑马森林 他们的成绩非常接近 每个都只有一分的差距 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本场第一 单依纯 潘红 斑马森林 请你们一起走上舞台 带上你们的观众得分 这样比较刺激 要不然一个一个上得太闷了 这样比较刺激 除了女人谁知道 谁能比较刺激 荣浩的那个斑马森林 是因为中国的乐队 最缺憾的主唱不行 但是斑马森林主唱 我觉得是过关的 而且今天他那个发音方法最高音 其实是有点烟硬唱法 那么唱是很对的 潘红 就是他的嗓音 他的这个无形的气质 就是真的非常好的 就是我是很喜欢斑马森 应该如一无二了 好 那一个一个来看 我们先来看斑马森林 斑马森林 目前是排在第四顺位 我们来看一下斑马森林 在现场观众 三百位市场观众当中的成绩 就是我不知道没有想过 他们可以到达 因为到达一个什么什么名次 因为我是觉得能留下来就挺好的 前期明明都可以接 他在最后的成绩是 三百票当中拿到了两百七十七票 两百七十七票 换算成百分之五十的权重 他加上四十六点一七 斑马森林的最后成绩是八十九点一七分 祝贺斑马森林 接下来是我们的山一纯吧 来 山一纯是 评审团当中得分最高的 得到了四十五分 山一纯在所有的好声音学院中 从纯声乐角度来讲 他是远远高于其他所有的选手 这是我说的 通过我的 作为一个业练的一个经验 我想看观众是不是 都是相对客观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山一纯在三百位现场观众当中得到了 两百九十三票 两百九十三票 换算成百分之五十的权重是四十八点八三 他拿到的最后成绩是九十三点八三 这是一个很高的成绩 非常高的成绩 谢谢 最后我们来看的是潘红 刚才山一纯拿到的是两百九十三票 潘红比他在现场少拿一票是四十四票 而潘红在现场拿到的成绩是 我觉得可能潘红的票会更高一些 他最后一个出场 然后大家都被他带到那首歌里面进去 包括我自己也是 潘红在现场拿到的成绩是 潘红在现场拿到的成绩是 狼酒庄园 白酒爱好者的向往之地 天字经典开启有机新生活 本节目由十三年坚持有机的经典独家冠名 本节目由狼酒庄园独家特约 狼酒庄园 白酒爱好者的向往之地 狼酒庄园 每一瓶狼酒都来自于这里 过年回家一定记得给家人带上两瓶青花狼 重要的日子要与家人在一起 品质好狼酒更要与爱的人一起分享 为我们浓浓的情意干杯 潘红在现场拿到的成绩是 两百九十五票 一共三百位观众 只有五个人没有选择为潘红投票 两百九十五票 漂亮 这是目前为止现场的最高分数 两百九十五票 换算成最后的成绩 他拿到的是93.17票 到刚刚为止前三位的顺序没有发生变化 那么接下来请曹阳上台 曹阳目前是在第五顺位 三十七分 其实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曹阳 他的稳定已经是很好很好 每次都是很好 我感觉自己的观众投票的数量 应该不会太少 因为虽然我唱歌的时候 是带着耳返 但是我看到我的眼光看出去的 大家的反应还是蛮热烈的 现在我们来看 曹阳的现场观众投票 总数三百位 曹阳的现场观众投票是 两百八十一票 换算成我们最后的成绩是 四十六点八三 总数八十三点八三分 接下来是我们的 宋宇宁 请宋宇宁登上舞台 来 宋宇宁是今天的第一顺位演唱者 他在现场的评审堂当中 拿到了三十分 他比之前的曹阳 在现场的评审堂当中 要少拿分数比较多 刚才的曹阳是两百八十一分 现在我们来看的是宋宇宁 宋宁宁在现场观众当中投票是 两百七十二票 宋宁宁最后得分 七十五点三三 到目前为止 七八九三位 都直接面临着淘汰的危险 请贾一腾回到舞台 对我来说 贾一腾能够进七强 是很大的机会的 从他的原创 也还有他很独特的一个个人的魅力 我觉得是非常有机会的 贾一腾在现场拿到了二十八分 现场的差距是三分两分 所以如果观众的差距在十分左右 就有机会挽回或者追平 我们来看在观众这里 贾一腾拿到了 我对排名不感兴趣 就淘汰了也没事 这要歌曲留在这里 两百七十八票 贾一腾的两百七十八票 算回去是四十六点三三 总数是七十四点三三分 那么最后就是 傅信尧和苏伟 我们请傅信尧和苏伟 两位一起登上舞台 好 来 苏伟 苏伟 苏伟他搞了一个那种 演歌式的唱法 这个是真正是在音乐上 和声音上有突破的 这个是让我觉得 就是从实际意义上 眼前一亮的一个人 他们目前的成绩是差两分 不要看现场观众的最终投票 两位当中有一位 将会陈穆涵一起离开这个舞台 我就觉得很有可能会被淘汰 所以我还是放了一点点的希望 在大阵听众的身上 我会觉得自己是危险的呀 因为票数很接近嘛 这是最后的悬念了 我数三二一 我请你们一起打开 西抢 最后的名单 全球的观众们 广告之后为您揭晓 狼酒庄园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狼酒庄园 白酒爱好者的向往之地 天字经典开启有机新生活 本节目由十三年坚持有机的 经典独家冠名 本节目由狼酒庄园独家特约 狼酒庄园 白酒爱好者的向往之地 本节目由胡姬花 胡法花生油赞助 胡姬花无法炸 胡法炸出胡姬花真香 本节目由凯士丽红酒指定赞助播出 听好声音 评好红酒 好红酒就选凯士丽 诶 这是台灵电动车超能系列 掌握六项节能省电升级 一次充电双倍里程 是的 充电跑更远 少充电就要选台灵 目前排在第八第九的 父亲姚可苏伟还没有揭晓 现在请你们打开信封 第八第六项节目 观众票数不好说 因为观众里面有很多不同年龄层 不同的年龄层 会偏向于某一些某一类歌曲 所以我猜不了 你们已经看到了成绩 现在请把它晾开 苏伟拿到了235票 傅欣扬拿到了266票 根据换算 傅欣扬266票 最后是44.33分 总成绩69.33分 苏伟的最终的成绩是62.17分 至此七强争夺战 所有的成绩全部公布了 让我们用十三年 真实有机的经典有机奶 举杯庆祝 开启有机新生活 祝贺前七强的学员 干杯 你知道时间的味道 就是一瓶来自狼酒庄园的酒 每一瓶青花郎 至少经历七年的时间 遵循着狼酒独有的生长 养藏养造反分 每一滴狼酒都值得被细细品味 让你快乐时间 品味岁月的味道 武强争霸战正式开始 每一滴狼酒 天子经典 开启有机新生活 感谢收看本期有十三年坚持有机的经典 独家冠名的中国好声音 上西瓜视频观看节目 解锁独家内容 点亮对音乐的好奇心 都有Q音乐 酷酷音乐 酷文音乐 全民K歌 投票助理你喜爱的歌曲 更点好声音进去吧 欢迎来到来 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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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K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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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K歌